嗯是刚才我们与这个啊何博士谈了这一段呢还是蛮真的能够给相信每一个人有一个不同思考的方向啊对一些事实的一些看法相信呃就是何博士的这些看法也是基于自己平时的这种积累包括历史的积累包括平时的阅读包括对经济并败的这种掌握以及包括对中国过去的历史 所以现在这个无论是政治和经济脉搏的一个掌控才得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结论结论相信每个人得出结论他如果是他比较肯定的他肯定是有一个渊博的知识作为基础的才会有一个肯定的结论呃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结论下作为我们这样听众来说呃呃我们会有更加丰富的一个想法去看待中国现在的发展以及呃以及未来的发展 以及过去的发展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呃这对于更好的了解中国这方面的情况呃务必是一个好的方向嗯在听了何博士这样的说感觉中国就真的是好强大他就是一直都是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是要把所有人都是呃就是要听从他说的嗯就就像他办的一个这个峰会 那他要怎么样对你也是他在做主而你你也只能跟住他的做法跟着他的脚步去走嗯呃呃看了好像似乎这样是这个峰会给人的感觉呃呃确实啊突然间有一种呃醍醐灌顶的感觉哈 就是之前呃呃呃呃 就是有另外的一种看法 听完何博士的一个说法之后 突然间又有另外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 它是有根有据有底的 你可以接受它的想法 也可以有质疑它的想法 但是你作为对比 比较之后 也会得出你自己的一个观点和想法 同时呢 我们刚才就是也谈到了一些事情 就包括这个 这个G20峰会跟这个东盟峰会的事情 这个G20峰会跟这个东盟峰会 东盟峰会呢 我们也知道 刚才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情景 但是普遍的这个意向来看呢 好像似乎东盟的这些成员国 正在向中国靠拢 那么好像似乎跟中国的这个敌意 再逐渐的消失 好像这个在G20峰会的这个中国的气场 已经延续到了这个 老挝的东盟峰会的现场上 这种感觉还是蛮强烈的 所以感觉所有的成员国 没有对中国施加怎样的一个压力 同时好像似乎我们通过这个 菲律宾的这个总统 总统 新向任的这个总统 他的这个言语上 好像感觉到 虽然他对中国 他也提出他的自己本身的立场 但是同时他对美国也提 提到了他自己强硬的一个立场 所以总体可以看到 在这一场这个东盟峰会上 中国媒体这方面称 这是中国的一个外交胜利 那么其他的媒体 获取我们旁观者来看待这件事情 那似乎好像似乎 现在东盟的国家 普遍的对于中国的这种倾向度 还是蛮蛮高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出现 但是我相信 就今天的这番讨论来说 我自己本身呢 也是有一些想法的 然后也启发了我另外的一些思考 你包括就是 第一点啊 第一点我们先谈一下 那个下飞机的事 就红地毯下飞机的事 这个红地毯下飞机的事 我一开始没听到 何博士说他的这个想法之前呢 我以为就是官方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是美国和中国 双方面的这么一个说法 因为中国要维护 他自己本身的利益 美国也要维护他的利益 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外交上的一些 或外交上的一些措辞 你包括说中国说这个飞机 它是沿 这个飞机的这个高架梯 他美国这方面说 他们自己提高 但中国机场这个保安这方面说 不需要你提供 我们就可以给你提高 因为这个事情没有达成下来 不得已呢 奥巴马就从一个小门 然后没有这个红毯梯子的 这个前提下就下来了 这是我听到的一个说法 但同时呢 另外说说这个 This is airport This is our airport 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其实是有两种声音的 就一开始呢 这个中国保安和这个美国保安之间 有一些对抗 这些对抗呢 就是因为他要阻止美国保安 就是往前进 然后中国保安会说 This is our airport 然后这是我们的机场 然后另外的这个 美国保安就说了 This is our present 这是我们的总统 所以两方面就有一个对峙 但是这段录音呢 我们可以在美国的这个 纽约时报上可以看到 他只能够听到中国的保安说什么 中国保安说This is our airport 但没有听到美国的这个保安是说 This is our present 他把后边的那个 This is our present给卡掉了 所以这也是来自美国媒体这方面的一个报道 所以我在听双方面的一个报道 不过今天何博士跟我们另外的一个想法 我们接下来再也听一下我们另外的一个评论嘉宾 谢时间老师给我们提供的另外的一种看法 早上好 谢老师 找 今天我找你谈一下就这二十峰会 这二十峰会刚刚结束 您对这场峰会有怎样的感官呢 我看这个峰会呢 在中国提搬了它的这个隆重性啊 有一点的出乎人家的意料之外 因为这个可能是中国要展示它的那个大国的风范 同时它也要告诉这些世界的领袖 在整个中国它们的发展呢是不断的向前迈进 因此它希望它这一次能够在这个二十四国的那个峰会上 能够成为一个鼓励的和一个带头的作用 在这样的一个方面呢 人们就 我看不说就是对这个二十四国的峰会呢 有些记忆厚望 嗯 我我在看了它们的这些 在整个经过来说呢 它们最主要的就是 它们希望能够真正的 真正的有种创新的那种蓝图啊 能够来实现 所以呢 在这一次的那个二十四国的会议上呢 它们有达成了五个成果 这五个成果里面呢 它第一个就是说 它决定要为世界的经济指名方向规划路程 这一点就是说 因为现在世界的经济 都差不多都操纵在这个大国的手上 那么一般的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办法 也没有人指引他们一起过路 所以他们是希望 很多人的疑惑 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是这个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形式上的文字的表达 那么至于世界上的内容 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怎么落实啊 所以在这个第二点上 他们就又要创新增长的方式 就是说这个世界级啊 它应该要注入新的活力 那么这个新的活力呢 才能够有增长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大家看了 都觉得说 形式上的文字啊 还有第三点就是 它要完善全球的经济支离 因为现在全球的经济呢 基本上就是与美国圈头那么美元的契落 都是跟这个整个世界的经济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要怎么去完善全球的经济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么还有第一时间 它说要重振这个国际贸易 而投资这两大经济 构建开放型世界的经济 它的意思就是说 希望这个世界经济不要是封闭 也不要是保护主义的 而是开放型的 所以这个会对这个发展中国家 这个小的国家会比较有利 那么到了最后 它就决定要追踪包容和这个联统市的发展 就是说让这个G20的合作能够会计全球了 用包容来说是一个在经济上来说 它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名称 就是说包容 什么叫包容性的增长呢 那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经济要以科学的方式来增长 同时 所有的社会成员 也要参加 那么来共享这个成果 那么这个就包括了呢 保持这个较为比较快速的经济的增长力的 总是更要多多的关注这个社会领域的发展 关注这个弱势的群体了 所以我们整个来看啊 他们所通过的议案和他们的 这方面的希望啊 那么也让人家看到啊 中国确实是已经是和平的结束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比较疲弱的时代呢 中国已经结束成了一个领头羊了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气势啊 让人家感觉到就是说 中国在这方面 比人过去来比较呢 是一种不同的 而且是出类拔出帅的了 嗯 明白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也面对了这个很大的遗憾 这个遗憾就是说 他们在9月5号的工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突然间呢 就传来北韩呢 向日本海呢 发射了那三枚的导弹的 弹道导弹啊 那么飞行了 差不多1000公里后啊 他就落入日本的专属的经济海域里面 嗯 这个就造成了这个中国有些尴尬就是说 因为毕竟他跟北韩是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嘛 嗯 可是北韩就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回报就是来说 哦 我就是胆子我的核子威力 那么你奈何我怎么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集中就是 就是非和平的一种一种的威胁啊 会让人感觉到 嗯 比较这个愿恶而且没有去啊 是想到这个国际社会啊 对这个北韩所做的都是不能够用正而且也就不能够啊 可以啊 被继续不断的这个是美国已经发出了这个声音 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也要也不知道北韩的那个金正恩他想法是什么 因为你一直在这个私人的面前呢 宣要你的武器或者你的那个核武器的进展 呃 只能够让人感到你是另外一个呃 要展示好勇斗狠的一种心态 嗯 而不是一个和平的心态 因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的奥巴马和这个苏联的普京总统 嗯 他们会面也谈到了一种国际政治的问题 那就是说啊 这个希丽亚的内战 因为美国支持啊 这个希丽亚的叛军 那么苏联支持这个 这个希丽亚的政府军 形成了两个很大的对抗的局面 嗯 那么他们就希望说 这两个国家来谈判 可是谈判没有结果 所以这个GF也就没有啊 这么去公布出来 嗯 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 一个线下来看呢 我们呢 我们呢 也可以啊 看到这个 习近平在做总结闭幕的时候 他有这么一段话 嗯 也许是可以作为 参考他说 我们的目标是从政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 引进 引进就是安静了啊 嗯 并且通过支持多边的贸易和机制 反对保护主义 来扭转全球的贸易衰退 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说 现在全球贸易衰退了 那么如果还继续的出现这个保护主义 那么根本这个小国的生存就受到很大的威胁和挑战了 因此就要求一个开放 那么在整体来说呢 呃 大陆国集团呢 在杭州开会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创新增长的蓝图 他们怎么样创新怎么增长呢 他们是说 OK 通过了货币财政等等的政策 呃 作为的工具 呃 注尽啊 世界的 呃 增长 因为毕竟啊 这个G20 它是差不多代表了 这个40亿的人口 也就是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 那么 它的领 它的领土 涵盖性 嗯 也是占了百分之八十 所以种种来说呢 呃 它的那个重要性呢 我们已经是不远而异 那么 他们也是希望说那种呃 通过那种结构性的改革 就是比较彻底的改革 那么来提升呢 中期的和长期的增长的潜在力 那么可以可持续的 平衡的和包容性的增长 嗯 这些都是一个我们比较学术上的 那种词 但是事实上来怎么去打字呢 我们还要后观其效啦 嗯 这个毕竟这个 这个 一二十呢 是在 1998年成立 为什么会在1998年 那是因为 呃 1997年的时候 这个亚洲的金融风暴啊 从泰国催到马来西亚 催到韩国催到印尼亚 差不多都已经啊 直到整个这个 这个 东南亚面对啊 这个 呃 很大的经济危机啦 所以 未以从母呢 那么 欧洲的国家 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 说要办了 就成立一个 一二十的峰会 然后就把这些国家呢 就 拉了进来 那这个里面 比较大的国家 就是美国啦 中国啦 呃 这个 俄罗斯啦 那么再加上这个 呃 印度尼西亚 这么多就是一个 有 呃 发展的国家 呃 这个发展中的国家 都已经 共同在一起来 探讨了 可是我们也要了解到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经济体 它不单只是 就是一个 一二十 嗯 它有 啊 每年的这个 这个 会议也会在 全国各地 这样 集中也是 啊 领袖集中的会议 那么 同时 探设一个 WTO 就是 世界贸易组织 啊 同时 啊 这个 这个 新的 美国领头的 一个 DTPA 这个 呃 目前还是 属于一种 比较正义的阶段 嗯 但是它也是一个 啊 经济体 那么它这个 经济体是 啊 因为它认为 EPEC 已经是好像给 中国的影响力啊 呃 强大了 而且已经 呃 深入了 这个EPEC的 国家 同时啊 这个 美国在这方面 认为 不如它要 另起 无召 来一个 DTPA 对 可是 到今天为止 美国还是 呃 觉得有种 左右为难 它还没有签署 这样的一个 协定 那么这个 可能就是 要留到 新的总统 来做出 决定了 嗯 总之就是 美国 可能看到的 就是 在经济上的 一种 对抗体 呃 其实对美国 并不是 很有力 而且它 重复又重叶 这样子来说呢 对啊 这些的 叛逆的国家呢 就会面对一种呢 呃 两个集团 的一种 斗争 这种斗争 就是我们国际 所不愿意 看到的 冷战 实际的 美国集团 跟苏联 集团的斗争 嗯 那么今天 如果你发展 在美国 那中国的斗争呢 那也是很 不适应的事情 因此 我是认为 不论是哪一个 呃 经济体 包括我们的 叫做 阿逊的 我们的 东 东门的 经济体 我们还有 欧洲 联盟的 经济体 我们都是 朝向一个 比较合作 和开装的 社会 迈进 可是问题 是什么 在英国 推出来 它能够产生的 冲击 对欧盟来说 对世界来说 呃 有什么样的 呃 不好的影响 我们还不知道 看不到 但是我们只是 觉得呃 呃 这个世界 好像有人在 走向这种 孤立主义 呃 不是叫做 集体的主义 这个对这个 改革 这个 世界的经济 或者是 对世界经济的 包容性 并不是一个 健康的现象 嗯 明白 嗯 好 谢谢 谢谢今天 谢谢老师 跟我们的这段 分享 谢谢您 嗯 我们以后再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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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才我们与薛老师 谈了这一段啊 他的观点是 又有另外的 一个方向啊 这个这个方向 是从整体的 这个 这样是峰会 当中的内容 然后谈起 这样是峰会 能够 就是要做些什么 但是未来 还是需要看 他们实施的 进度会如何 嗯 嗯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 呃 继续探讨吧 这个事情 虽然和博士说 是浪费时间 但是我觉得 他一定会有 他的意义存在了 这个峰会 嗯 是的 呃 今天 真的还挺高兴的 两个 呃 嘉宾都有不同的 一些观点 呃 两个嘉宾的观点 某些程度上 还是就是 呃 比较两个方向的 一个观点 呃 也有助于我们 听听众去了解 这个G20峰会 背后的一些 隐含的一个 意义吧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到这 明天再给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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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